夏飞,2023房价涨还是跌 各方专家好像也吵翻篇了 你可想好了,再预测吧 夏飞,确定今年咱还做预测吗? 有把握吗? 再矛盾也得做呀 我必须帮我的客户分析分析 这些房子里面你挑吧 你就挑那个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那个 是,我们的通货膨胀前所未有的厉害 年轻人拥有第一套房 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态度 大家好,我是夏飞 一位懂房也懂您的经纪人 关于明年的房地产市场 那可是众说纷纭 扑朔迷离,有些人说会降 有些人说会升,有些人说不变 那我们就知难而上 今天就为大家分析一下 明年的房地产市场的走势 今天我们还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客户 韩硕 他有八年的投资经验 他也很希望知道房地产的走势 韩硕,欢迎您的到来 你好,大家好 今天我也是非常感兴趣 关于2023年的这个房产价格预测 夏飞之前说了很多 都跟专家聊出来的内容不太一样 我想听听你的数据是从哪些地方得来的呢 我给你一个个排一下 我关注的权威机构有以下几个 他们的意见都不一样 首先KPNG他们的预测是 明年的房价会下降15个百分点 还说这是他们的保守估计 第二个就是全美的住宅建筑商协会 他们预测明年新房开工率会下降 Double digit Goldman Sachs也说房地产的价钱会降 但是只会下降7.5% 而我自己最关注的美国经纪人协会的预测呢 说它是不降反而会升 但是提升的这个幅度是非常小 最后那个realtor.com的首席经济学家呢 他认为房地产升值的前景 他认为是非常乐观 他觉得这个价钱会上涨5.4% 这个很多了 这么多的机构他们的数据 展现出来的预测方向还都不一样 那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么样 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呢 我们来具体看看有哪些不确定因素 首先是我们影响最大的因素 就是这个全球疫情的爆发 它打乱了很多经济学家预测机构 他们参照的经济周期的数据 第二个因素 也就是美联储看到我们的通货膨胀 前所未有的力还这么高 9%了 他们就拼命的加息 想把这个通货膨胀降低到2% 那加息的力度是前所未有的高 我们看今年已经四五次 0.75%的在不断的打击 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买家的购买能力大大下降了 那经济也确实受到了影响 在这个时候呢 不管是华尔街还是美联储 他们都在想 是不是真的要降到2% 怎么样继续加息 加到什么为止 大家都各持己见 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情况 从政府调控的角度讲 确实是这样 但是从整个买家或者是卖方的角度来看 我们好像也有一些生活上的不确定性和变化 对 疫情它加速了 本来已经在发生的一些趋势 比如说重家办公这个趋势 没错 华尔街他们的统计说 全美有35%的人是远程工作 所以他们就可以 基本上从任何地方工作就可以 都可以 这个就促进了很多人 从高价的地方 移到更宜居的 性价比更高的地方 好像得到 对 还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疫情和政治 影响了我们移民的涌入 我们是一个移民国家嘛 所以这个也影响房子的购买和销售 因为移民占了很大的一个因素 那这个趋势以后怎么走 大家也是不太清楚 最后一个呢 就是政府为了救世 发了很多的钱 最高的时候发到了 差不多两个trillion 大家手里有这么大堆钱在手里 他们准备怎么花 然后花在什么地方 这个是经济学家没有办法预测的 没错 所以你看这么多不确定因素 特别是这么多消费者的个别行为 经济学家可不是各说各话了吗 的确是川家给出这么多的因素 好像跟我们生活离得都很远 那作为一个就在德州 达拉斯本地居住的一个投资者来说 您也是我们的好邻居 咱们大家都住在达拉斯 那您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预测 明年的这个房价的走势呢 在我们每天都在听华尔街报道的时候 也非常关注我们自己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报道 对吧 他们正好12月这个月13号出了一份最新的报道 他们之前说是一路还会涨的 现在已经调整了非常的谦虚 基本上不会动 说明天的价钱是不会动的 但是交易量会大幅消降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太好了 所以呢他首先就跟我们界定了 我们疫情之前是一个样子 疫情中间制造了这种突发其然的房地产的经济泡沫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现在的一个 由高房地产利率造成的一个阶段 没错 所以呢这三个阶段一百全美都是基本上这样子 这三个阶段出来之后 他就对不同地区的房地产做了一些分析 有十个地区房地产市场的整体的前景 会比其他全美都好 不出意外点名达拉斯了 我们是第三名 那还非常不错 所以我们确实有 我们达拉斯有牛的这个底气 等会会跟你具体分析一下 那他们这样看下来呢 我们的房地产利率 房贷利率已经涨到20年的新高了 没错 但是新高之后呢 我们现在最近这四个星期 持续房地产利率 除了前两天 联储局又加了0.5% 之前四个星期都是开始小幅下调的趋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 联储局觉得差不多了 要过节了 给我们放个价 然后他这里预测了 在我们的明年第三个阶段 这个房地产利率的上涨 会开始停止 以及开始下降 所以明年下半年的时候 利率就基本上就是会开始下调了 那随之以来的呢 每个季度他对房地产的 他的房地产的销售和房地产的价钱 都有一些调整 基本上一年来说就是不会变了 全美来说不会变 但我们德州会比他更好一点 那最后他做的总结呢 就是全美房地产交易的数量会下降7% 当然交易额也会相应的下降7% 全美这么多地区去做一个大排名 然后我们排第三 他从哪些维度去给我们排出来 我们是第三的呢 他在这份报告里面 没有专门撤重的分析他的维度 但是我做了不少的研究 发现有三大点 我觉得确实是我们 让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是有足够的底气 去胜出其他的市场的 首先就是我们这边 全美最好的就业机会 在今年8月份和去年8月份 这12个月中 我们德州是全美就业机会 增加最多的州 逐逐增加了6.5% 全美才是3.4% 所以我们比他多了一倍 顺理成章 我又查到了福布斯杂志 他公布的有十大州 是我们的迁入州 全美迁入州 我们是排第一名 这个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吸引更多的人能来到达拉斯 对 有了就业机会 就有更多的钱去买房子 有稳定的就业机会 而且不仅有新的就业机会 还有更多的人涌入这边 那当然就是需求就增加了 对吧 那供给增加的并不多 我们在看我们整个今年十个月 以及去年一整年的数据 我们柯林县和达拉斯县的这个房子的供给 都是不到两个月 所以只有是6.5个月才是一个平衡的市场 所以只不到两个月又有新的人涌入的话 那还是会供不应求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觉得 明年我们的房地产市场 其实还是会小幅增长的 在被这个房地产利率 无数打击下降的这个趋势呢 我觉得到明年第一季度 差不多第一季度末就会结束 因为我们典型的旺季 是三月份开始的 那今年可能会稍微提早一点 但是整个市场要看数据 是有30天的滞后的嘛 因为交易从有合同到过户 最少一个月 那数据再出来又加半个月 所以我觉得在4月份开始 我们会看到房地产这个房价 会有小幅的上涨 交易量说不定会减少 因为毕竟应该一直这么打压 大家的购买力还是有点影响 但是供求摆在那里 供不应求肯定房价会上涨的 没错 那您说三月份会是一个买房的热潮 那明年的三月份 您认为会是一个好的买房的时机吗 我觉得看你是要投资 买什么价位的房子和在哪里买 因为房地产市场是一个特别的 local的一个市场 就是地域性很强 没错 有时候一条街上画个学区 这个价钱和销售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传统来说 三月份开始是旺季的开始 然后到八月份开学 开学季之前 这个是旺季 大家都想在开学之前把房子搞定 然后这个八月份到十一月份 是一个比较舒缓的这个淡季吧 然后到现在呢 又是一个小高峰 因为很多人想在年底之前把房子买下来 有建商啊 很多卖家也是想年底之前 有个新的开始嘛 所以现在是一个小高峰 市场一直是这样子的 然后今年只不过是 这疫情的时候只不过是提前推后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种趋势还是延续的 因为大家毕竟在同一个时间开学嘛 我们这边 所以我觉得呢 就看你买多少钱的房子 是刚需还是投资 如果你刚需 像我们有很多要搬到这来的人 他也没有办法去选择时间 所以他就是什么时候工作要开始了 就什么时候提前买房 那如果是投资的话呢 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早一点 因为房子降到的一定程度 大家都看到已经在降了 对吧 已经降了大半年了 大家都觉得 是差不多时候入手了 特别是你现金的话 利率对你没有任何的影响 你还可以好好的砍价钱 那回来的人多了 房源不够了 这房价就会小幅上涨 所以如果你投资的话 我觉得可能年初的时候早一点 第一季度的一二月份 可能是一个好一点的时机 如果大家都知道说 三月份是一个买房的热潮的话 那我替那些想卖房的朋友问一下 说这个会是一个 有什么好的建议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吗 这个也要看卖房的他的需求 对吧 如果他要搬到其他地方 急着要钱的话 那他确实得尽快卖掉 所以那就我们就只能在价格站呢 还有帮他做好上市的准备 因为没有卖不掉的房子 只有谈不冷的价钱 没错 所以根据他的时间和他对 就是要拿到多少钱的预期 我们可以帮他做一些规划 当然如果你是有游泳池的房子 那当然是在春季以后卖会比较更吸引 因为大家都想到了夏天要享受游泳池了 对如果你大冬天卖游泳池的房子 那确实是不讨好的 说了这么多 我问一个非常个人想问您的问题 我就是明年要买房 您让不让我买 是刚需吗 不是刚需 我就是要买投资房 投资房啊 那得看 看你是为了投资回报 还是增值 还是税务规划 如果投资回报可能暂时不要买了 因为没什么投资回报 但是如果是为了这个长期增值 看你买哪里 所以就是现金流方面 如果再买投资房的话 可能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收益 就是如果也要看情况 比如说你愿意买到更远的地方 就是我们知道它会有很好的发展 但是暂时没有那么热的市场炒作的话 可以买 那叫做长期持有股 如果你愿意在就近的地方买 那只能买那种 我们叫做ugly houses 就是烂的不能再烂 你要重新翻修去盈利的那种 这种就很麻烦了 但是这种现在好像看起来风险也很大 因为买的时候有可能价值它有点被炒上去 然后到了三月份 如果再买的话又赶不及 现在其实选择还蛮多的 现在就是那种wholesale了 他们的价钱已经低了很多了 而且买的人也变少了 所以我们要一个个的算 有现金回报再买 对 只是说没有两年前 像我闭着眼买都能买到赚钱的房子 今年我要开始好好挑了 没有闭着眼 你闭着眼 我们经纪人帮你算了 睁着眼算的 帮你算的 所以你可以闭着眼买 工作都 这个计算都是我们帮你算了 你不是 你是闭着眼 我们是睁着眼 当时给我列一个单子 然后那个表里面 这些房子里面你挑吧 你就挑那个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那个 是 对 我确实闭着眼 对 确实是当时 谢谢您的信任 但是就是明年来看 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保守 我如果说我要去买这个投资房的话 肯定要 首先这个房子的房质量要非常打动我 它的地段不能离我太远 因为我是个人去管理这些房子 我不会去托给一个房屋管理产权管理中心的这么一个公司 从新房成建来说 如果新房减少 那势必意味着大家只能去买二手房 更多的人会去买二手房 那如果投资房是要和刚需房的这些用户 需要有一个房价上面的竞争的话 在高利率的情况下更不占优势 那导致现金流的这个流动问题会更加的困难 风险也更高 这些东西其实是一个对于投资客们来说 比较不利好的消息 如果真的要等利率再下降了再投的话 其实是一个好选择 因为风险高的时期 你去出手去投资一些内容 不是很利于你自己的这个风险 整个的一个现金流资产的一个风险 那这些东西可能是作为一个投资客来说 更会考虑的东西 达斯房子确实是在全美来说 我觉得是最具投资价值的 我在12年的时候曾经看过世界GDP排名前10的这些城市 达斯是里面房子最便宜的 达斯整个年轻人是一个涌入的一个状态 他对年轻人的就业和第一套房 年轻人拥有第一套房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态度 整个城市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这么一个 再加上这些年从1516年逐渐往北去 由Toyota的这些总部的加入 然后就职岗位的一些加入 越来越多的人搬进来 肯定造就了一个房价上涨 那当年的那些投资客们投了就是赚了 那其实从长远来看 现在是不是到了这个 这一波经济危机的底 我觉得明年要看政府的调控 这个东西如果出台一个条文 导致说整个房价崩盘 美国政府可能不会这么干 但是要考虑到这个风险的存在 如果说真的是政府就这样 稳稳的让这个利率一点点往下走 那肯定房市会慢慢再热起来 然后逐渐回到一个巅峰的状态 那基本这个经济形势是十年一个周期 它从如果说假设明年是一个低点 那十年之后 那其实会是一个更高的高点 那这个东西到时候可能 达拉斯现在三四十万的房子 到时候会价值八九十万上百万 这都是不好说的 其实往回头看的话 你一二年在达拉斯二十万的房子 现在已经能卖到五十万了 这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所以我觉得是资助房刚需的朋友们 想去买房子 你有需求 你尽管按自己的需求来买 那年轻人攒下了第一桶金 明年的话可以先持币观望 不一定非要去召集下手投资房 这是我觉得明年的一个形式 如果真的发现说大家都蜂窝 就是一窝蜂的去涌入到投资房市场的话 那这个又会形成一个泡沫 那大家其实持有这个投资房的时候 信心都是不太足的 所以对于刚需的朋友们来说的话 明年应该是一个利好市场 然后对于投资房用户的话 反正冷静一点 可能会更好一点 原来你藏了这么多呀 大招在后面 果然是资深投资人 我觉得有几点我是非常认同的 首先这边是一个现在全美 这十年经济发展最好的地方 就好像当时当年的深圳 大量的吸引人才和人口移入 所以这边的导致了 因为就是性价比非常好 然后教学质量也非常好 所以包括我是十年前搬到这边来的 然后丰田2014年搬过来的 我们明显的看到 一开始我刚开始买第一套投资房的时候 是基本上八年前 那个时候20万买了一套 租了1900非常好的房子 2009年的房子 现在同样的房子就像你说的 基本上接近50万了 所以这个涨幅是非常有保障的 我现在觉得买投资房确实有保障 然后这些一开始起步价的房子 现在已经翻倍了对吧 所以对于这些投资人来说 他要不然就是换一种思维 换一种投资方式 比如说不是投这种长期 就是投投资长期出租的房子 而是投这种Airbnb短租的这种房子 这样才会有现金流 但是短期出租的房子 你就有 你这就是你要管你 你比如说你自己管 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你的时间投入就会多很多 对吧 就是你的风险也多了 因为高回报高风险嘛 这个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我觉得这种投资是可以投 要不然就是投到更远的地方 就是up and coming 就好像我们这一块 Selina现在已经火得不行了 但是Selina外圈 这个叫outer loop这一块 是可以投的 它现在房价20多万 还是可以买到 买到可以租到接近1800的房子 所以这种你就是要远一点 就是要不然就走到更远的地方 要不然就是换一种形式去投资 还是可以的 刚需当然没有办法 但刚需肯定是要买的 对 但是我觉得这种 比如说投资房你的价位 如果是40多万买的话 以后的上涨空间还是有保障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 在美国是经济发展最好的一个地区 非常高兴你今天能够参加我们这个讨论 我觉得肯定是对很多人是有启发的 谢谢邀请我 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加转发 谢谢大家 感谢你的到来 韩索谢谢 谢谢夏飞 谢谢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